海外国统会针对两岸风云将起,和平发展无望,维持现状破局,蔡英文政府继续上演台独去中国化的宽淡剧,特别在盟市举办两岸正情研讨会。 与会人士纷纷表示,蔡英文上台大搞台独,上演去中国化的戏码,破坏两岸关系正常发展,拒不承认,绝而共识,在危险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事实证明,两岸和平统一有百利,封链则有百害,目前台海形势更趋复杂严峻,台独势力干扰破坏两岸关系的风险,变数增多。 作为中华民族的一份子,一定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和遏制各种台独分裂行径。 他接受三例电视访问,他的访问的内容让我们感觉到他是一个台独宣言跟分裂国家的一个宣言,我们要在这里谴责。 因为台湾自古是中国的,那么两岸的关系就是一个国家的关系, 因为两岸的关系是内战造成的,今天台英文把它当成区域,是亚洲区域的关系,完全是走李登辉亚洲论,亚洲价值论。 环球东方记者李玉冲,洛乱金采访报道。